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今天召开线上法说会 第一季产能满载出货量增加 整体产品的平均单价可以提高约4%到6% 预估第一季的营收渴望继续的创新高 董事长方略表示产能供不应求 到今年上半年都会维持非常高的产能利用率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副总经理刘启光 上个礼拜还出席了经济部有关要增产车用晶片的会议 一号却发生主动脉流破裂紧急送医的意外 经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享受62岁 戴着黑色粗犷眼镜对着镜头微微笑 他就是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行政副总刘启光 上周才刚出席经济部会议讨论增产车用晶片 没想到一号傍晚出席公司董事会时 却因为主动脉流破裂紧急送医 经过抢救后 不幸在当天晚上七点二十一分过世 享受62岁 一句祝福到处无尽不舍 就算强忍悲伤 二号的法说会还是照常举办 受惠于晶片需求 去年公司获利亮眼税后净利为63.05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记录 美股纯益约3.85元 宣布将发3.5元的现金股利 需求高涨产能率满载加上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带领之下 半导体深山门二号股价喷出 IC设计厂力旺 凯玉亮灯涨停 联发科更创下了952元的新天价 至于IC制造厂联电 世界涨幅都超过了2.5% 大盘最终涨了349点 稳战万物大关 代工产能持续吃紧 就盼能够成功扩产 让今年的营运再缴出漂亮成绩单 东森财经新闻学主席 许静佑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